有日式餐廳負責人說 早在半年前已經找新的供應商 替代受影響緣份的食材 但亦做好結業的聚壞打算 有市民說暫時不會吃日本食品 愛好日本料理的Sunny 除了去日式餐廳 亦會去超市買壽司回家享用 港府將會禁止東京、長野等十多元的水產進口 Sunny說很多日本食品的包裝都沒有列明產地 不太放心 看見是日本食品 初期不會吃 日本餐廳也會少去一點 除非人人完全都沒事 沒有事就繼續吃 但初初見到一定不吃 誰知是否自己是輻射受害者 這是來自北海道根室的一個棋芝池 這是鹹館的筆記會 近年越來越多日本餐廳經營廚師發辦 這間位於中環的餐廳 廚師發辦首當其衝 很多奧馬加西的店舖 我認識的那些朋友 我相信他們都一半以上已經結業了 很多奧馬加西的餐廳 是不用錢頂走的 吃一條刺身魚 便宜的可能三、四百元、五、六百元 貴的可能有千多元一條 這個銀馬是一個日本餐 吃刺身魚裡面最高端的客人 如果你減少了這一類型的生意 是無可否認對生意影響到最大 距旗下七間日式餐廳 已經改由北海道、俄羅斯等地入口食材 亦都準備在餐牌標明產地 令到食客放心 不過對前景仍然不樂觀 好像進入了寒冬 不排除結業是一個其中的考慮方案 甚至我們轉型 將餐廳的租約還未完 將餐廳轉為其他餐種 他希望政府協助業界渡過難關 武仙尼斯記者 侄銳文不道